今次畫的賀蓮插圖,是以豬和糖果盒作主題 糖果盒是桃花形狀 由於視角是側側的看 所以首先在紙上畫一個桌圓形 把它分開五份 近一點的份大一點,遠一點的兩份就小一點 再畫每一塊桃花花瓣的弧度 畫上這個桃花形狀糖果盒的高度 糖果盒中心畫一個大吉形狀 在每一格桃花畫你想畫的糖果小食形狀 記得要令每一粒小食都有輕微重疊的狀況 這樣看起來就會自然一點 完成草圖之後,就用原生筆大力一點 畫你剛才拿完不起的草稿 畫好基本形狀之後 我就會逐粒糖果小食幫它們加上細節位 在最近最大那格的每一粒橢圓形上 加兩條曲線 再在曲線之間畫一些直線 是否像一個依起爬牙笑緊的表情呢 在旁邊那兩片大桌圓形的中心 加兩粒小的桌圓形做豬鼻 線條不需要太工整 最好有少少彎曲曲 左上角好像小龍貓形狀的圖案 土仔的位置加一些好像芝麻的點點 左面中間那一格是一個過小粒圓形的波波 在上面畫一個很小的桌圓形做豬鼻 中間大吉的位置下方加一條豬尾 上方位置跟回它的弧度畫一個正方形 要對角地放因為這個是一塊輝春 今次填顏色我也是會拿回自來水筆和固體水彩 在大吉頂部位置開始塗上橙色 顏色一層一層地畫下去 越靠底部的位置就開始越來越淺色 之後就換支筆 由底部開始上另一種顏色 肉色 慢慢地由底部畫上去做一個漸變效果 整個圖案就是上半部分是大吉 下半部分是豬屁屁 幫左邊圓圓圓的小豬鼻填上粉紅色 這格我想畫山楂球 它們是一個個深粉紅色的波波 為了想讓這些波波有顏色上面的層次 所以我是由最深色 即是波波的底部開始游起慢慢填上去 逐漸變淺色 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一次過游每個波波深色的地方 再用支筆調一個淺少許的粉色 在每個波波中間的位置填上這個粉色 如此類推 總之你每混一隻顏色就游這麼多個波波 先去下一隻顏色 左上角其實是豬蹄形狀的尖堆 豬蹄腳趾的地方正正是尖堆頂部紅色起角的部分 下半部分可以一筆過游淺淺的啡色 下面中間最大那一格是一堆開心果 畫牙給它,好像在笑中的表情 其實我亦是參照這個大牙公仔 你看它的樣子是否笑得很開心呢 開心果的殼是肉色 再在殼的上半部分加少許豬的粉紅色 笑容的上面加一個粉紅色小桌圓形做豬鼻 最後再在鼻孔和眼睛位置加一些黑點 令整個表情更加完整 右邊隔兩片豬鼻形狀就是糖蓮藕 所以一開始叫大家豬鼻孔的橢圓形 不用畫得太工整 因為糖蓮藕天然的孔其實不會粒粒都那麼圓 白色很常被用來混色 所以我會買多幾粒額外的白色 方便和不同顏色混色的時候用 在山楂球上加上細小粒的白點 模仿一粒粒的砂糖 糖蓮藕上面的是糖粉所以不需要一點點 而是畫上一塊塊不同深淺的白色 右邊最後那格水滴形狀的東西 是模仿一種小食叫做牛耳朵 不過因為今次是用豬來做主題 所以就要畫豬耳朵的形狀 幫豬尾填粉紅色 糖果盒的內部我會游上黑色 或者你可以用一種糖果盒中沒有用到的顏色 目的是不要搶掉糖果的色彩 用圓筆輕輕幫糖果盒外圍的花紋起稿 我想做紅色底白色花紋 水彩的話蓋色不夠勁 所以千萬不要游洗一片紅色 之後才在上面加白色 而是在你畫紅色的時候 遇上留空給白色的位置 準備好白色的地方 先試過用紅色填到周圍的洞洞 當你畫好全部之後 就可以看到白色留空的位置 就是你想要的圖案了 中心的輝春上面寫大吉兩個字 記得寫過通洞的字 由邊邊開始填上紅色水彩 大吉這兩個字要留空 大吉上面加一對綠葉 糖果盒向上的那條邊 可以游上黃色或金色 可以在下面白色花紋的位置 加上金色做點綴 想了很久 上面究竟寫什麼祝賀字句好 豬連的話 不如祝大家豬試信心吧 豬試的豬 我會畫隻豬來取同音字 信心的心我會畫個心形 將字體填上黃色或金色 放這堆圖案 圖上邊 豬的位置 我會想把它變成中式的剪紙圖案 即是跟剛才糖果盒的畫法好似 紅色是底色 中間白色留空的位置就是圖案 都是要拿紅色筆圖上空白的位置 圖好後 再在非空白的位置填滿紅色 順字底部兩點畫為豬蹄 視字中間位置畫為豬鼻 花瓷上面留空的大吉字 就可以畫上黃色或金色 由於整幅畫我都用了很多暖色 沒什麼用冷色 所以最後我會在豬試信心的位置 跨一些綠色和藍色上去 令整個畫面感覺平衡一點 這幅插圖其實我是拿來做新年的賀卡 去印刷譜幅印了幾張出來 然後留白邊剪 背後空白的地方就可以寫足福語 一張A4 size 280g 的眼卡紙 採印單面 只是3元一張就可以印到兩個圖案 小量印刷可以即時拿走 還不快點畫一張新年時拍給親戚朋友 新年時拍給親戚朋友